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海南华侨华人变五州 天下故事会穷州 海口广播电视台 华侨华人故事类节目正在播出 在海南岛的最北部 有一座岛中之岛 这里地处穷州海峡出海口 三面黄海 海岸线长达38公里 铺前港 新步港 陵武港 戈村湾 木兰湾等五大天然港湾 与大小渡口环绕四周 这就是文昌市的桥乡和鱼米之乡 铺前镇 铺前自古以来便是文昌的重镇 地位独特 历史悠久 自汉姆帝在琼崖开疆辟边以来 铺前经历了两千多年的风风雨雨 岁月的洗礼 使这座古镇的韵味日益醇厚 2008年 铺前镇被评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悠久的历史文化 繁华的商业气息 浓郁的鱼港风情和诱人的特色美食 是古镇靓地的名片 而铺前老街 以其独特的建筑和浓厚的文化名利 成为古镇的金字招牌 这儿就是铺前老街了 这是当时闯南洋的文昌人们 在外艰苦创业所得 投资修建的一个 非常具有南洋各色的建筑 今天我们请到了 是在这儿生活了70多年的张老师 带我们一起逛逛古街 好 现在我们带你逛逛一下 咱们出发 张光农是一名退休教师 从小生活在铺前 对铺前港码头和铺前老街的历史 非常熟悉 在张光农的讲述下 昔日的老街像一幅连绵的画卷 逐渐展现在我们眼前 铺前老街始建于1895年 到民国初期以初具规模 距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街道两旁的骑楼建筑 都是老一辈铺前人 远渡重洋艰苦创业 成功后返回家乡 治下的产业 父亲老街实际上是两条 十字的交错节的街 那么刚才我们找的是新立街 但是其中有一条 大家比较忽略的 这条老街也是当时已经有了 就是说当时 包括现在咱们父亲老街 都是由这两部分组成的 一个东西向的 一个南北向的 凑成了这个十字老街的样子 由东西和南北走向的街道 交错成十字形的铺前老街 东西方向长弧形 犹如一条游笼 婉转曲折 探头驻海 而这样的设计 是由时任县参议员 德高望重的王华琼发起 在广大商家的支持下实现的 为遵循民俗及保住风水财运 街道被特意设计成 弯曲的形状 寄托着商人发家致富的 美好愿望 铺前老街的设计 还有另一种说法 下南洋的华侨 在海外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 依照十字的样式 对街道进行规划 最终形成了现在的 十字形老街 行走在铺前老街上 满眼是异域风情的南洋骑楼 底楼由开场的柱廊组成 柱柱相连 柱子外表大多带有矿文 二楼有分繁多姿的窗梅 壁柱和大量的浮雕砖客纹饰 楼顶上装饰着各具特色的雕花纹饰 女儿墙组成了波浪般起伏的天际线 尤其令人称奇的是 这么多棋楼 它们的立面 筑体 墙面图案 接女儿墙造型竟无一雷同 中西合璧的装饰 匠心独运的设计 形成了铺前老街 独特的建筑风格 张老师 我看它们二楼的建筑风格 都各有不同 其中这个特别具有特色 这个是它的特色 就是它的羊孩 二楼的羊孩 吐到外面去 对 那个就我们这个老街上 有几树的刀子这个样子 但是它们女儿墙 女儿墙 什么叫女儿墙 女儿墙就是顶上的那个 最高顶上的专制用的 就叫做女儿墙 叫女儿墙 好浪漫的名字呀 这个女儿墙的故事很多 您能跟我们分享一两个吗 女儿墙它就是长以前的女孩子 一般不出外的 就在家里面经常跑到那个顶上 它透过那个女儿墙那个动脑 都可以看到外面的世界 所以把它叫做女儿墙 那我明白了 看这个建筑 一般这个女孩子是住在二楼 或者三楼的 然后透过这个女儿墙 中间的这个小缝隙 可以看到外面的世界 能够看到这个外面 这个市场上的交易 能看到自己心仪的男青年 有种这个墙头马上的感觉 对对对 是这样 下面我看还经营了一个钟表店 上面这个钟表店 这个师父已经在这里经营了大大几十年 现在就唯一的一家钟表店 哦 钟表店的主人名叫福福居 在老街开钟表店约有七十年了 他的钟表店所在的店面已年于九十 是一位旅居越南的文昌级侨胞建的 当时的铺前 南洋骑楼街道刚刚建成 华丽的乌语 繁荣的街景吸引了众多侨胞 他们纷纷返乡落脚铺前 修表将福福居便是其中一员 他在这里给人修理钟表 一干就是一辈子 我叫马上一样 我去上海国 来到南洋骑干 –海国 来到南洋骑的 两年前 在上海上 他们和我来自然来自然地 在西方的线 那么他来自然地 在战利网站 连美国 这种厨师 今天在香港 根据记载 在鼎盛时期 铺前老街的南北街长 约180米 拥有店铺30多间 东西街长350多米 两旁南洋风格棋楼 130多间 街上车水马龙 商贸兴旺 吸引着南来北往的商客 在此驻足 跟随着张光荣的脚步 我们来到了一座 古旧的建筑面前 从外表上看 这座棋楼由于年代久远 又常年无人管护 显得破败不堪 在老街的棋楼建筑群中 毫不起眼 但是谁又能想到 这样一座残旧的古建筑 在近百年前 却是铺前老街上 最繁华的酒店之一呢 那江老师 原来是什么样的人群 会居住在这里呢 这里主要是外地来这里经商的商人 这个本地的人比较少住这里 本地的人就是吃饭喝茶 所以一掌来附权 就是必须要来到新乡人 这个老字号流传了几十年 还是有点明晰 再一个它就 这个设计的理念比较稍弦 所以起手 你连到海口的时候 都没有这样一个专事了 用玻璃啊 用木把它镶起来 所以一家子那个建百年了 我们想想这个百年之前 通过这个玻璃上 透进去光照着 无论是木偶戏也好 穷具也好 真的是一番特别热闹的景象 随着交谈的深入 张光农打开尘封的记忆 为我们讲述老街的旧式译文 历史的繁华重新激活 在那段黄金岁月中 老街作为铺钱的地标 曾设有鱼行 粮行 丝绸垫 棉布行 盐行 木材行 百货商行和酒吧行等商铺 这个新中华这个老字号 就是当年 目前最繁华的时候的 大的商场 并且它长期经营酒吧行 酒吧行实际上是一个代理商 就是海内外的一些商品 交给这个主人 他这个卖 卖后一百块钱 他本身这个代理卖的 就赚两块 这个酒吧行 当时主要经营什么样的商品 经营酒啊 烟啊 还有布啊 各种各样的商品都有 那是主要是咱们海南本土的 还是也有海外的商品 海外的还是比较多 海外的国内外的 那个大广州啊 上海的 马来西亚 新加坡丁顶 越南啊 越南啊 都有 可以看出来啊 咱们这个老街的消费能力很强 人来人玩很多的 它不仅是本型的消费 它这个付款是一个赶口 那么当年就很多客户就经过付款以后才批发给各地 经过铺前的这个批发商 然后流通到全国各地 甚至到海内外的很多地方 对啊 连到海考 海考的客户都是付险建的 所以当年有算一句话叫做东早西早 离不开付险和海考是这样来的 铺前老街除了新中华商行之外 还有琼泰昌 何昌龙等小有名气的酒吧行 专做批发代销生意 短短一条老街就有三家以上的酒吧行 由此可见当年的繁荣 如今 人们徜徉在铺前老街上 仿佛穿越了时光的隧道 置身熙熙攘攘的繁华市景 与廊柱迂回间邂逅岁月的繁华与沧桑 铺前岗是海南岛历史悠久的港口之一 从明代开始这里就已经周极繁忙 据记载 为了防卫海江 明朝政府就曾在铺前岗设立水军重债 负负负责防御海盗倭寇 当年那些来往于南洋 香港 广东 福建 上海等地的货物 都要经过铺前岗转印 才能到达海口和其他地方 负负贤岗街从东向西跑到正头这里就是负贤港 这个负贤港是一个港湾 在以前它不仅仅是货物交流的地方 还有夏南洋的一个海南的主要的港口 据说最热闹的朝夏南洋每年有十万人 当年前后有七十二条船 那个船是三个奖的 他们就做这些木船 就到越南 到马来西亚 新加坡 顶顶这个地方 并且它这个负贤这个港与货物交流比较多 当时的这个民国 清代的政府还设立海关在这里 作为天然两港码头 铺钱是海南开发较早的渔港 山港 在海南航运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独特的环境也使得铺钱人富有纵横大海的气魄 他们很早以前就以开放的心态搏击海洋 到达泰国 新加坡等东南亚地区的国家 分布在全世界 成为海南华侨中较早下南洋的一个群体 据初步统计 现在常住人口不到四万的铺钱 竟有超过五万的海外侨胞和闯海外出人群 闯荡精神 非同平常 除了谷岗和老街 铺钱还有一座谷塔建于七星岭之巅 数百年来 这座谷塔就如一盏明灯 指引着铺钱港的渔民出去归来 在木兰湾灯塔修建之前 渔民出海 商者航船 都是靠着斗饼塔辨认航向 他们只要看见斗饼塔 就知道离铺钱港已经很近了 这儿就是斗饼塔了 它现在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自古以来 斗饼塔给来往的船只指引了航向 可根据记载我们所在的七星岭对面的穹州海峡 当时在没有航标的情况下 由于海上风浪非常的大 经常发现船只沉没 导致人员伤亡 那时候人们就觉得 这水里是不是有妖怪在作祟呢 在明朝天启年间 祖籍是海南定安的明朝晋士 礼部尚书王洪慧至世归礼之后 为造福湘子以导航和镇邀为目的 奏请朝廷拨款箭塔 最终啊 斗饼塔建立而成 斗饼塔位于七星岭最高峰 造型端庄稳重 雍容大气 是海南省海拔最高 视野最宽 塔体最大的海边谷塔 为此被誉为海南三弦之一的行佑 还曾为其写过一首诗 起信人间有烈心 天移北斗下南鸣 望仙吉塔摩孤影 消不成风笑五丁 反照入波垂裂肃 密云浮雾点高行 黄鱼碧落通呼吸 何日登临 乐短鸣 斗饼塔的塔身平面为八角形 共七层 层层收缩地间 砖道以线砖与缩饺子砖叠塞出岩 每层设有拱门 内设螺旋式阶梯104级 塔高约20米 塔门面西向南 门额石饼上刻有斗饼塔三个字 传说 宝塔对应北斗 犹如七星生饼 故得名斗饼 还有一层含义是 斗饼塔的位置对着北斗七星中 玉横 开阳 遥光三星 遥光在北斗之尾 主司陆尾 所以取名斗饼塔 蕴含文韵昌盛 官韵恒通之意 斗饼塔历经三百多年的沧桑 仍微然矗立于领巅 沐浴海雨天风 熊市惊涛骇浪 默默造福过往的周旗 它是海南建筑艺术的瑰宝 也是海南独特的人文景观 和珍贵的文化遗产 漫步在浦前的大街小巷 无论是老街还是百年港口 还是斗饼塔 都让我们对浦前的历史文化 有了更深的了解 浦前作为海南的四大历史文化名镇之一 记录着文昌华侨下南洋的故事 承载着昨天的荣耀 今天的奋斗 以及明天捕切人民的梦想 如今拥有深厚文化底蕴 与伊尼自然风光的捕切 正在静静地向来往的游人们 诉说着它的那份深厚的文化记忆 贯彻二十大精神 推动新桥乡发展 海南华侨对话桥乡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海南华侨栏目特别节目 对话桥乡 我是主持人唐琼 上次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 海南大红律师事务所主任 海南省桥连法顾委副主任邢小娟 从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的贸易自由便利 投资自由便利 财政税收制度等方面 为我们解读了海南自由贸易港法 对于归桥乡卷海外乔包 乔资乔启的利好政策 那么本期节目呢 我们将继续邀请邢律师 做和我们的对话桥乡节目 你好邢律师 主持人你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邢律师 咱们的海南自由贸易港法 办部实施之后 会给我们的乔资乔启 带来哪些发展机遇呢 这是发展机遇是肯定的 因为我们海南自由贸易港法 出台之后呢 就是通过法律层面 给我们外商投资企业 带来了一流的营商环境 那么这是首先从法治上 国际上便利上 在我们前面的节目里面 也说到了 另外就是在税收方面 还有等等的这些利好的 一些政策 包括我们的一些负面清单 都给我们外商的 这投资企业 带了一个机遇 特别是税收方面的这些利好政策 外商投资作为市场主体 进入来到我们海南自由贸易港 进行作为经营性的主体 介入进来的话 那么这个是对企业的 一个发展初期非常利好 因为税收的压力 对一个企业来说 都是非常大的 对 那么我们现在在税收方面 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现在已经是按多少百分比来进行 目前具体的税收 优惠政策还是挺多的 那么受大家关注角度的 比如我们有自贸港的 这个高端紧切人才的这个 个人所得税 实际税付超过15%部分 我们是免征的 那么对作册在海南自由贸易港 有实质上的运营的这个 鼓励类产品的这个企业 减案15%征收企业所得税 那么我们的乔资乔企企业呢 都可以根据的这些 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 根据自身的这个发展和投资的需求 利用自贸港的这个税收优惠政策 获取更大的经营收益 我们都说有机遇啊 就会有挑战 那么乔资乔企会遇到哪些挑战呢 那么在这个海南自由贸易港法出台之后 有很多的利好的政策之下 以及法治的保障之下呢 我想很多的这个乔资乔企 都会注入到我们海南自由贸易港的 发展东征来 那么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呢 就是必然性的有挑战 那么就需要我们这些企业 提供更好的服务 更好的这个产品投放社会 否则的话你这个就是 优胜劣汰的这种市场经营准则 还是会有的 而且我认为会加大 所以呢 企业只能做好自身的这个经营管理 提高产品的服务质量 才是对企业发展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方面 那么在您看来我们的乔资乔企 如何更好地去抓住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机会 把更多的这个乔商资源整合起来 打好这样一个组合权 最后实现这个互惠共赢呢 我想这个是一个大问题 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大问题 我们海南是作为全国著名的一个乔乡 那么在海南自由贸易港这个建设 和发展的过程当中 我想全世界的这个乔商的目光 都会寄举在我们的海南这个建设的发展上 那么就希望我们的各界的乔商 我们的乔企乔资能够广泛的团结 那么资源共享互相促进 那么实现共赢 那么给大家都带来一个发展的一个机遇 就是他们之间要有特别强的意识 就是一定是开放的心态 一定是合作的心态 就把更多的资源整合的时候 才能把这个组合权打得更响更亮 是的 我觉得乔商之间互相团结 然后资源那个去共享 这是很大一个方面 因为现在我们目前有这个海南自由贸易港的 这种背景进行依托 我觉得我们乔商或者是我们外商投资的这些企业 大展拳脚的这么一个机会 但是我们认为任何一个方面 都不能是单打独斗的这方面 我们希望各界的乔商能够资源整合 实现互利供应 非常感谢您的分享 我们通过两期节目的解读 我们了解到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的颁布实施 不仅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提供了 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的制度保障 而且对于乔资乔企在海南投资发展 也带来了全新的机会 也为龟桥乔卷 海外华侨 乔资乔企 在海南投资新业提供了更加强有力的法制保障 我们也相信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众多利好政策下 乔资乔企将进一步凝聚和发挥优势 参与助理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实现我们海南发展与乔商发展的联动双赢 再次感谢我们的行律师 也感谢我们观众朋友的收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